台中南区树的国小校内竟然有排水沟渠乡 校区是一分为二 原来是六川灌溉沟 也导致了师生通行室增加了不少风险 加上沟渠年久失修环境脏乱 明代就要求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来争取中央地方共4000万元的盖善经费 最高的沟岸有多数的破损军裂 还有零星的垃圾 很难想象这条柳川的灌溉沟就在树德国小的校内 硬生生把校区分隔成两区 而检疫的矮维梨也增加了师生的通行风险 像现在户岸比较陡 那家长会担心 我们利用我们县城的腹地是够了 会不会让它变成缓坡 旁边会有很多的卵石 让很多的小昆虫生长 这条灌溉沟长达130公尺 宽4.5公尺 由南向北灌川流津树德国小的校区 具有200多年的历史 沿岸富含鸟类水生植物以及鱼类 但沟渠的构造老化年久失修 明代就邀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争取到中央和地方一共4000万元的经费 要来改善周边的环境 那我们的苏德国小呢 一期二期都已经在新建中 那未来还有三期 但是就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竣沟 感谢我们林校长这么精心的规划 然后呢做了一个希望将来能够对小孩子 提供水环境教育的一条竣沟 那就非常谢谢我们立法委员杨琼英 跟我们的农水署的这个蔡署长 大家来争取 那整个呢大家都同意 让我们的苏德国小里头 有一条能够让小朋友做水环境教育 清水的一条竣沟 水质如果我们再多加控制 那我们做一些这个生态工法 然后再跟这个整个周遭的环境 做一个这个融合的话 那未来一定会是全国一个最好的 最佳的一个水泉文化的一个教育场域 四千万元的经费 由农田水隶属负担整治经费2600万 以及地平还有桥梁的部分 大约1400万由教育局来承担 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 改善寸沟的同时 也还给市生一个安全又舒适的学习场域